月月 你是还没睡醒吗 太困了 是昨天晚上又看韩剧了吗 没有 东宾军系都已经回她的星球了 老话说得好呀 春困 秋乏 夏打盹 睡不醒的 全年十二月嘛 你知道吗 你这样睡不醒一直很困 有可能是一种病 你少来 睡不醒的人多了 现场有点困的人请举手 你看看 你看看 王晨刚 你得罪人太多了 我有病 大家都有病 可能你没有病 但是月月其实还有比你还能睡的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病例 小月25岁 三个月前 她出现了手脚绵软无力 老是爱犯困的毛病 刚开始小月以为是睡眠不足 但后来她发现 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最近一个月里 小月感觉自己随时都可能睡着 手脚无力的情况也越发明显 这样的身体状态 严重影响到了她的工作和生活 几天前 小月来到医院 想搞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可就在医生问诊时 她竟然睡着了 好端端的小月究竟怎么了 谁才是治病元凶呢 如果是真像这个病例当中 这个姑娘一样这么能睡 那就是传说中的睡美人啊 月月 爱睡的可不都是美人 考拉也很喜欢睡哦 那么我们刚刚看到 小飘中这种情况呢 明显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 其实呢 在我们的身体中 有一种物质的摄入异常 有可能是造成这种病症的一个原因 有一种物质的摄入异常 会让我犯困 对 其实这种物质摄入异常 并不在于少数 光我们的国家 大概只有几亿人有这种问题 不过可惜的是 大概只有20%的人 知道自己有这种物质的摄入异常 20%里面呢 也只有5%的人 正规就医 很多人都把这个问题给忽视了 几亿的人 可能都会或多或少 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而且呢 这种物质的摄入异常 不只是造成睡觉 就是困这么简单 它会造成身体的 很多其他的问题 神秘物质的摄入异常 不仅会导致犯困失睡的问题 更会对我们身体产生严重的危害 神秘物质摄入异常 会影响胰岛素分泌的异常 进而导致糖尿病 导致骨质疏松 心律失常 心功能不全 甚至发生可怕的脑中风 那么 这种有可能引发严重疾病的神秘物质 究竟是什么呢 到底这个神秘的物质是什么呢 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 我们每天都要吃 而且经常会接触到 每天都吃 大米饭 你不是喜欢吃馒头的吗 多么朴实的答案 那是什么呢 就是它 这是什么啊 谁每天吃这一坨黑乎乎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它就存在于我们每天都要吃的一个食物上面 盐 盐里面有这个 是吗 那这个是什么 点 对 很多观众都非常的聪明 一说盐里面有就知道了 这个是点 点跟什么有关啊 点跟 点跟大脖子病有关 点跟甲状腺有关系 因为这个点的摄入啊 跟我们这个甲状腺疾病是密切相关的 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骨骼呀 脑子呀 还有心脏啊 等等这些问题呢 都是因为甲状腹甲减造成的 因为我们的甲状腺呢 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 对 它分泌的激素呢 可以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各个器官系统 因此呢 刚才我们看这么一系列的问题 都跟我们的甲状腺有关系 中国一度是世界上缺点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有7亿多人口缺点 曾占到世界点缺乏患者群的40% 在当时 儿童发育过程中智力低下 身材矮小 成年人患大脖子病的情况都十分普遍 于是1994年 根据国家颁布管理条例 全民食用加点盐 在全民补点政策实施20年之后的今天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生活中摄入点的方式也逐渐增多 点的摄入也为我们带来了另外的问题 但是补充的过程当中 时代在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没错 另外一个极端呢 就是因为点的摄入过多 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国家的这种甲状腺 机能减退的病例 成一个逐年上升的一个事态 每100个人当中 可能有6个 也是6% 会出现这种甲状腺 减低的这种情况 为什么呢 对 很多人就怀疑 那么它是不是跟我们补点过量有关系 补的过多了 反倒出现甲减 实际上甲状腺呢 这个器官很有意思 它像个翘翘板 你给它多了 或者给它少了 它工作都会出现异常 点的摄入过多 会引起甲状腺疾病呢 其实在我们的邻国 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施政 日本呢 包括韩国 他们的海产品的摄入量是比较多的 而这个海产品里面呢 点的成分是比较高的 像日本 他们甲状腺疾病的发病率是最高的 就是说点摄入的过多的话 有可能造成甲抗 也有可能造成甲减 点摄入过少的时候 主要是这个甲状腺的肿大 点摄入过多 有可能甲抗 有可能甲减 没错 以前是因为生活条件有限 没有那么多好吃的 但目前我们看到 点的来源非常多 所以这样一比较起来 根据全国点营养监测 就会发现 这种含点的盐当中 这里面的这个点的含量 是偏高的 所以国家进行了很多次的下调 2010年的时候 从每公斤20到60毫克 下调到了每公斤20到30毫克 调了一半左右 目前正在筹备 马上就要进行下一次的调试了 月月你这么聪明 你算一下 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点呢 大概是150毫克 按照点盐现在的计算 每克盐平均下来大概是25毫克 那么你算一下 我们每天需要150毫克 需要吃多少盐才能满足这150毫克呢 我从小数学就不好 算不出来 其实这个答案你早就知道了 月月你不止一次跟我们说过 我们每天吃盐需要吃多少呢 6克 正好是150毫克的点 我们不能够光考虑到食盐里面的含点量 因为你还要吃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像鸾主任经常去参加一些高端大气的 上档次的海鲜大餐 对吧 每次都不带我们 那里面的点可能就会 高端大气的鱼啊 蟹啊 蝦啊 它的含点量都不如这个东西 干海带 对 行月月你知道 就这些50克干海带中 它的含点量相当于多少克盐中的含点量吗 这真的不知道啊 就是这些 这是多少克的盐呢 480克 480克盐 那如果我们每天建议吃6克盐 那就是80天的盐里面含的点 就相当于这么几片干海带里面的点量了 如果是海带汤的话 这也要得了这么多海带了 但是无形当中 我如果把这些海带都吃进去 相当于吃了这么多盐里的点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现在经常会出现点过量的情况 吃干海带的人毕竟是少数 但是其实我们会更关心 日常生活中 我们用的一些海产品含点量 到底是什么样 点是人体中重要的微量元素 人体每天需要150微克的点 过多或者过少的摄入 都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危害 经过大医生的计算 每天使用6克点盐 就可以保证足够一天剂量的点 但是点盐配合高点食物食用 有可能导致点摄入量过高 引发甲状腺疾病 从而危害生命健康 那么除了干海带之外 还有哪些日常食物含点过高呢 我今天准备了三样 我们日常经常会吃的食物 恰恰就是一个含点量 非常高的食物 好 我们来看看 哇 这么贴心啊 还给我准备一碗汤 还是热的嘞 这就是我平时最喜欢的 紫菜蛋花汤 这个并不是我的关怀 这是你的提醒是吗 紫菜里面的含点量一样很多 这一盘紫菜大概也就9克 实际上它的含点量相当于150微克 也就是这一把小紫菜 就是一个人一天的量 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邻国日本 点摄入的问题很突出 就是因为它们有一样食物 寿司 那么大家知道这寿司呢 很多是用这个紫菜包起来做的 可能就容易摄入很多的紫菜了 饭是海藻类的这些东西 不管是海带 紫菜 还有我们大家爱吃的那种烤海苔 那个不是零食吗 对呀 这里面都是点含量比较高的 海蝉品 含点量是很高的 实际上生活中还有一些食物 跟海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它一样含点量很高 小护士请上道具 喝完了汤就可以吃凉菜了是不是 这盘菜上来的时候 我最开始真的以为 是我们的道具上错了 对呀 这不是菠菜和花生啊 我也真没想到 这菠菜里面怎么着 是糕点食品 菠菜含点 对 这一盘菠菜大概是半斤 它的含点量相当于410微克 也就是说这一盘菠菜 我们大概吃了三天多的点 就是一盘菠菜的点含量 够我们三天的日常需要量 对 来这么一盘今天又超标了 而且关键是 如果是要拌这个的话 还是要加点盐的 是呀 大力水手吃了很多 嗯 说的有道理 所以大力水手的鸡肉非常的发达 但它是果非常的发达 你听我喝完了汤 吃完了凉菜之后 我觉得它这么穷酸应该没什么主菜 有甜点吗 当然有了 小护士拿我的甜点来 果然是穷酸呀 嗯 好 我听说你特别喜欢吃这个 对 我很喜欢吃 冬天冻在户外 然后有冰茬的那种 是我最爱吃的 实际上月月我并不是请你吃这个柿子 我只想告诉大家 柿子呢 同样是一个含点量很高的食物 你一次能吃几个 一个 这一个柿子大概是四两 也就是二百克 大概含有二百五十微克的点 也就相当于一个人将计两天的量 嗯 今天我们知道了 它含点非常高 所以如果有一天我吃了一个这个的话 这几天我要特别注意我的点摄入 要不然又超标了 那除此之外呢 这种柿子在吃的时候有很多的讲究 不能空腹吃这种柿子 对吗 李医生 是 还不能跟一些食物一起吃 比如说红薯 嗯 那么吃完了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消化不良 腐痛 腐胀 甚至是腐泻的一些情况 除了大医生提到的海带和紫菜等 虾皮每一百克含点二百六十五微克 芹菜每一百克含点一百六十微克 山药每一百克含点一百四十微克 海鱼每一百克含点八十微克 可乐每一百克含点六十八微克 开心果每一百克含点三十九微克 果量食用这些食物有可能导致点摄入量过高 引发甲状腺疾病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应该如何控制点的摄入 保证我们的甲状腺健康呢 讲到现在这个点的量可能有点过了 有点偏高了 于是呢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有些人有一个所谓的高招 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含点的盐嘛 他们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口撕开 然后就这样 把这个口敞开 说我放置几天之后 这点就挥发了 不知点的量就少了 这靠谱吗 这个绝对不靠谱 我们现在的点盐之中呢 含的点的成分都是点酸钾 之前呢 以前的点盐成分是点化钾 点化钾如果暴露在空气中 可能会挥发 也就是去除这个点的含量 但是点酸钾非常的稳定 所以你藏口时间 大概半年左右都不会挥发掉的 不请这个长期暴露的话 大家都知道这个盐 一般的放在厨房 油烟特别多 油烟里面还有什么 本饼笔 这种致癌物质 这样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呢 会污染你的盐 可能会给你造成一些健康上的隐患 那么因此呢 我们建议这个储存盐的时候呢 最好用那些专门的这种储盐罐 就上面有一个盖 对 好 月月看来你这个长口放盐 是不靠谱的 对 那么我来告诉你一个特别靠谱的办法吧 你炒菜的时候什么时候放盐呢 我炒菜的时候 对 你不炒菜 阮医生 你炒菜的时候什么时候放盐呢 一般的我们会告诉大家 就是最后放盐 我的方法呢 就是油刚一热的时候 就要把盐放进去 油是很高温的 在一瞬间就把这个点酸钾的 这些成分都已经让它消失了 所以它就变成了五点盐 好吧 我来给大家介绍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特别适合像月月你这种人 怎么说呢 就是不太会做饭的女孩子 要怎么办呢 就是直接用五点盐 放在家里的厨房 让别人去做好了 谢谢 但是我这里还要强调呢 因为甲状腺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器官 你射点呢 多了不行 射点少了也不行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射点量的平衡 也就是每天150微克 根据大医生的提示 生活中需要控制高点食物的摄入 选购食材时 可以多选购有味道的菜 如洋葱 番茄 青椒 胡萝卜等食物 用食物本身的味道来提升菜的口感 同时 做饭时可以使用一些食盐的替代品 在烹饪烹调时 多用醋 柠檬汁等酸味调味汁 替代一部分盐和酱油 不需要在所有的菜里多放盐 最后一道汤可以不放盐 因为人口腔里的盐味是可以累积的 人们在吃其他菜的时候 在口腔里已经留下了盐分 所以最后喝汤的时候 即使不放盐 味道也很好 讲了那么多生活当中可能让点超标 或者是点过量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那我怎么可能会去判断说 目前比如说我现在的甲状腺是不是在正常的工作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请一位现场的观众上来 我们帮他检查一下 他存在不存在甲状腺的问题 首先呢 我们想让您双手举起来 然后闭上眼 闭上眼 你把两个手靠近一点 还是 对 好嘞 观众大家看到什么问题了吗 它有一个非常细微的一个抖动 那么第二个检查呢 我们希望您把这个袖子 前臂的这个袖子摞起来 然后您用您的这个指甲呀 稍微用力一点的去抓一下您这点的皮肤 对 好 非常明显的一道白 也就是说阿姨的这个皮肤呢 显得非常的干燥 那我们建议呢 你以后去医院做一个甲状腺的检查 好 谢谢专家 那刚才呢 其实我们让阿姨啊 做一个这个闭上眼 然后双手伸直的这样一个动作 其实如果是甲状腺功能抗进的病人呢 会出现这个病人细微的一个抖动 我们叫颤抖的这个动作 这样吧 我给大家模拟一下 甲状腺功能抗进情况下 出现的这种手的颤抖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 有的时候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 我会让这个把两个手上面放一个纸 比我现在这个抖的要更细 要更细 但是你看这个纸在颤 我们通过看手抖与不抖呢 去判断它是不是有甲状的问题 那么同时呢 我们看它的皮肤是不是干燥呢 主要是判断它有没有甲低的问题 手的轻微颤抖和皮肤干燥 都是甲状腺立场的表现 大医生请上两位观众通过剪指甲 也能观察出您的甲状腺是否出现了问题 这位观众的指甲轻轻一剪就蹦出好远 而这位观众的指甲只剪了一刀就整个裂开 这都是指甲脆的表现 指甲脆也是甲状腺功能减低的症状 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这些日常生活细节 观察自己是否有甲抗或者甲减的情况发生 及时治疗 那么甲抗和甲减还有哪些表现呢 我觉得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好像很微妙 它必须要保持一个balance 就是要有一个平衡 过高过低都会有影响 我们看一边呢是甲抗一边是甲减 首先来看一下甲抗有哪些表现 第一个失眠 也就是说甲抗的人会睡不好 那太好了 我一定不是一个甲抗患者 我睡得可好了 月月你说你不失眠 那你困不困 困啊 困到什么程度 现在也很困 所以你别高兴的太早 你不能说你困 就不是甲状腺有问题了 我们看如果你犯困犯的厉害 就可能是甲减的问题 其实他犯困也不是很厉害 一年犯一次 一次犯12月 所以这个度还挺难拿的 又得睡得着 又不能睡太多 没错 如果你是夜里不睡觉 一夜一夜的看教授 然后配合着啤酒和炸鸡 那第二天你来录节目 当然困 但是如果你每天 保证了八个小时的睡眠 到第二天你来录节目 你还让人抬不起眼皮 这个就要小心 有可能是甲状腺功能低下造成了 哦 明白了 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跟甲抗有关的下一个表现是什么呢 哎呀 我的梦想 就是变瘦 甲抗的人会变瘦 这个瘦是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什么样的速度 这个速度呢 可能因人而异 但是有一个特征 就是他瘦的不正常 很多人非常追求变瘦 可能会节食 可能会拼命的运动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情况 你吃的很多 你老饿 饭量明显地增加 但是你的体重在明显地下降 就是一个不合常规的一种变瘦 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你近期的这些食物 被你身体的一种高代谢状态所消化 那么这时候呢 可能就不会转化为你身体里面的脂肪 所以呢 可能你越来越瘦了 而这种情况呢 是甘吃不胖 就是你所追求的 那种理想状态 理想状态 但是它是一种病 那么跟变瘦相对应的 就是我们这个甲减的时候呢 可能会出现变胖 因为变胖呢 也有很多原因 比如说你缺乏运动 摄入过多的热量的时候 你都可能会变胖 但是我们仍然强调一点 就是这种不合情理的变胖 你吃的东西并不多 但是你的体重才增加 而且这些病人呢 我们会发现 他是那种虚胖 同时伴随着那种 无精打采的胖 如果你看到一个甲减的病人 他的那种虚胖 他的那种无精打采 我想你一辈子都会记住 好 我们看甲状腺出问题 下一个症状是什么 好 情绪低落 他既不想吃东西 又不想活动 对什么事情都没兴趣 那我们来看甲状的病人 情绪是什么样的 好的 正好是相反 情绪激动 就是烦躁 非常非常的烦躁 而且呢 很难控制自己的脾气 非常的急 非常的躁 动不动就跟人家吵架 无缘无故的发脾气 你想不想见一下 情绪激动是怎样的 嗯 月你的腿真粗 失眠对应着犯困 便瘦对应着长胖 情绪激动便是情绪低落 所以这个一边是假抗的表现 一边是假解的表现 但是平时我觉得 这些东西都混合在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而且它的覆盖面太广了 没错 我们就在现场做一个调查 咱们先来问第一个 有失眠问题的人请举手 来 失眠的人请举手 手不要放下哦 来 谁失眠 请举手 有犯困的表现 请举手 哦 然后最近变瘦的人请举手 最近长胖的人请举手 情绪激动的人请举手 情绪低落的人请举手 那除了我们现场的摄像老师 所有人都把手举起来了 几乎所有的人啊 几乎是所有的人都有 大家可以放下手 那么为什么假装腺出了问题 不容易被大家重视 不容易早期发现 就是因为这些症状 其实是我们平时非常常见的症状 那么出现任何一条 谁也不会想到 我假装腺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那么假装腺的问题 还会有哪些症状 这一条也是跟假抗密切相关的 皮肤湿而且多汗 跟它相对应的是皮肤干 刚才我们请上的那位观众 我们让他自己抓了一下他的皮肤 我们显示出他的皮肤还是有点干燥 往下 怕热 很怕热 跟他对应的怕冷 不是一般的怕热和怕冷 是那种不合情理的 怕热或怕冷 今天有时候见过一个病人 怕冷怕到什么程度呢 到了冬天是完全不出门的 甚至有人三福天穿棉裤 真的有这样的人 跟假抗相关的 这条我不太理解 拉肚子 为什么腹泻跟假抗相关呢 假抗的病人呢 身体是一个高代谢状态 他的肠蠕动是增加的 他对这个食物的消化是减弱的 食物快速地通过肠道 并没有很好的消化 所以他的大便呢 是一个腹泻 这也就对应了 为什么假抗的病人会变瘦 跟腹泻相对应的 是假减的病人呢 可能会出现便秘 肠蠕动是变慢的 还有哪些跟假抗相关呢 贫血是一个 我们来看这个是手舌占动 还有尿量增多 最后一个是 餐后高血糖 对对假抗病人的这种高血糖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他的空腹血糖是不高的 单纯表现在 餐后血糖的增高 那么说完了 假装腺功能抗计的这些症状呢 我们再看看 假装腺功能低下 还有哪些症状 大家看这是胆固醇增高 指甲变脆 肌肤骨骼疼 那我想问一下李医生 我只占一条或者是两条 就是假抗或者是假减了吗 不能这么说 你合并的这些情况越多 你出现假装腺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 如果这些情况 你身体上同时存在五条以上 你就要小心了 去做相关的检查 什么检查呢 如果说比如说 我又失眠又变瘦 情绪激动 然后爱出汗 而且还怕热 我够五条了 我要到医院做一个什么样的化验吗 实际上我们就给病人检查 这个假装腺素 那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 是谁更需要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呢 那么女性假装腺的问题 要明显地高于男性 那么她的问题的发生比例呢 要高于男性的七到十倍 那么六十岁以上的女性呢 有百分之二十都存在的假装腺的问题 听了这么久了 我心里一直非常纠结一个问题 您看 这个点的摄入 跟那么多方面都有关系 还有一个方面 点的摄入还跟癌有关系 如果点的摄入不当的话 的确可能会有发生 假装腺癌的这种风险 假装腺癌 这个发病率很高吗 因为平时我们听到 什么肺癌啊 胃癌啊 这个比较常常会说 那这个假装腺癌 我们提的并不多 你还别掉以轻心 我们国家呀 在近十年来 假装腺癌的发生率 增加了百分之二百 百分之二百 对 大概我们有两亿人 有这种患 假装腺癌的风险 两亿人有这样的风险 这个数字不小吧 点的摄入 无论是过高或过低 都有可能导致假装腺癌 日本平均摄入的点的量 是通常是要很高的 所以说呢在日本 假装腺癌的发病率 就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另一个我们经常被忽视的问题 就是假装腺结节 而假装腺结节最终有可能会引起假装腺癌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请到了北京医院内分泌科 郭立新主任来给我们谈一谈 假装腺结节是怎么样就转化为假装腺癌了呢 来 掌声欢迎郭主任 讲了这么半天 我问问大家 知道假装腺长哪了吗 摸一下自己的假装腺知道吗 谁在摸耳朵后面 有人摸耳朵后面 他让我震惊了 真的有耳朵指在耳朵后面 来 郭主任我们来结合这个模型 告诉大家假装腺在哪里长什么样子 假装腺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假装软骨的下方 左右对称 中间呢有一个相连的 这边呢这个我们叫假装腺的左页 这边我们叫假装腺的右页 中间呢我们叫假装腺的峡 正常人是不应该被摸到 能够摸到假装腺 就视为假装腺种的 这个假装腺长得特别像一个蝴蝶结 它这个位置啊也特别像我们领口上打的一个蝴蝶结 刚好就在我们猴结和我们的胸骨上窝的这个中间 特别像一个蝴蝶结 因为刚才鸾医生说了 有两亿人都有这个假装腺癌的风险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国家的假装腺结节的发生率非常高 结节的发生率高 假装腺结节的话呢 我们发现了人群近50%都有假装腺结节 50% 最新的这个数字是50%的人都有假装腺结节 就是我们四个人里面就会有两个人 谁有我有一个 李医生有吗 鸾医生有吗 我还没有 王大夫没有 我有一个 恭喜你 假装腺结节是这样 女性多于男性 郭主任那我有结节 我就会变成假装腺癌吗 假装腺结节呢 虽然高发 但是假装腺癌呢 低发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郭主任 在有假装腺结节的人群当中 有多少人会变成假装腺癌呢 大约是不足5%的 有癌变的风险 到底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 假装腺结节的出现呢 我们有请小分手 我们来看一下生活当中 哪些危险因素 可能跟这个假装腺结节的产生有关呢 哪些有可能让我们长这个东西 先来看第一个 非常不理解 黄豆 黄豆跟这个假装腺结节之间有关联吗 有可能影响到假装腺激素的代谢 进而呢 有可能导致假装腺肿 一般的日常生活这个量是不会有问题的 有人说吃黄豆会长结节 实际上生活当中我们正常吃的话 那个量不会导致假装腺结节的产生 对 好 第二样 长得差不多 花生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花生的话呢 跟黄豆一样 也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结论 就是说呢 一般的日常生活的摄入 不会有什么问题 嗯 来 这个更让人不可理解了 这个是一个卷心菜 对不对 嗯 卷心菜跟结节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它是这样 它这个卷心菜啊 它里面含有一种有机氢化物 嗯 这个如果说特别大量的摄入 确实可以是导致假装腺肿大 这个有可能会导致假装腺肿 但是你也是吃的量大 有机氢化物 嗯 过量的摄入确实有这方面的作用 嗯 好 过量摄入有危险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这是一个白萝卜 有很多营养学家认为 大量的摄入呢 可能也有一些问题 嗯 它里面含的一种物质的话呢 也有可能阻止着 假装腺肿基础的一个合成 黄豆 花生 卷心菜 白萝卜等食物 可能会导致假装腺结节的产生 但是只有连续大量摄入 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 因此建议 已确诊有假装腺结节的人 不宜过多吃这些食品 在日常生活中 要保证食物的多样性 真正是假装腺结节发生的原因呢 假装腺此臣的病变 比如说外伤 严正 免疫反应 或者是生活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 还有刚才你们几位谈到的 点得过多的摄入 或过少的摄入 嗯 有些人觉得就是说 我这个结节啊 有的时候是我气出来的 长期的情绪不佳呢 对假装腺疾病的发生 对假装腺结节的发生 都是一个触发作用 哎呀 我找到原因了 我找到我那一颗 为什么会出现了 就是被王成刚气的呀 可能细心的观众已经发现了 我带了一条丝巾 电脑 包括一些特殊机器的辐射 如果是直接照着我们的脖子 可能会照出来 假装腺结节 所以就要带一个 像丝巾啊 围巾啊 或者是高领的服装 来保护一下这个位置 辐射会不会造成结节呢 真正的意义上的辐射 对假装腺结节 包括假装腺癌的发生 都是一个触发作用 但是你的这个电脑的辐射 是不是真正可以损伤到 假装腺 现在缺乏这方面的证据 而且真有辐射的话 你的这个东西 不解决任何问题 你要入含铅的那种 铅为铅 你的这个不行 你的这个可以增加美光 郭主任如果说已经确定 我有假装腺结节了 我已经发现了 那应该怎么办 应该去找医生都切除吗 4%多的人有假装腺结节 我们要都去切假装腺结节 外科大夫还不累死 那我们好几亿人 都等着要切假装腺 先切我的 进水楼台 关键的问题是 我们很多假装腺结节 不需要手术治疗 我们第一个是 如果说这个假装腺结节很大 有压迫症状 压迫周围的器官 有必要去切除 另外一个 我们已经考虑是恶性 或者是不能排除恶性 这个我也要切除 另外是结节性 假装腺中 办假亢的 可以切除 另外有高功能结节的 什么叫高功能结节呢 就是它这个结节 本身可以产生 很多的假装腺激素 给我们造成假亢 这个也可以切除 那么除此之外的结节 不需要切除 就观察就好了 对不对 观察就行 还有人说 说它这个结节 越摸越大 这一点求证一下 是不是会这样 过多的去逐摸 尤其是去压迫 对它来说 那没什么好处 很多人没事的在这摸 说是不是肿了 是不是怎么样了 就一直在触摸 这个位置 我们不提倡的 或者我们反对的 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像越越这样 已经发现 有假装腺激节的 多长时间 要到医院 做这种检查 越这种呢 我们一般的主张 三到六个月 甚至是六个月 去看一次大夫 明白了 但是你如果说 心理状态特别差 一想到今天就睡不着觉 这个完全不会发生 在他的身上 没心没罪 睡得特别好 你又可以去 经常去找大夫看 好 我的工作就是 每天看医生 当然特别高兴 今天郭主任 做客大医生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掌声感谢大郭主任 谢谢郭主任 谢谢 最近有一部电影 不知道你看没看过 叫做《整容日记》 一个女孩的脸上 有很多娇皮手套的 对 那是由白改和主演的 一部喜剧片 对的 那里面有很多 关于整形美容的 一些细节 引起了很多观众的 一个热议 也在整形界 引起了很多的争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 啼笑皆非的喜剧片 我在想啊 就看到这些片段 我头脑当中 闪过的第一张脸 就是鸾大夫的脸 鸾大夫 你说你每天 把这些东西 放到女孩的胸里 如果这有谁 睡觉的时候 突然这也跑到 后背上了 那这是太恐怖了 在电影里面 这是非常非常夸张 他应该要喜剧效果 导演陈可欣 也专门给我们讲 你们整容医师 要理解我们 因为电影要做的夸张 那实际上 在现实当中 这种情况 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很多来寻求 整形美容的女孩 她们最担心的问题 是什么 你知道吗 是不够大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会不会下不来手术台 陈刚 李一生 你们都知道 像这种情况 比坐飞机的概率 要小得多 因为现在的手术 和麻醉技术很安全 第二个担心的就是 这个东西安全吗 不是说有一个 网上的视频 有一个俄罗斯的美女 就是因为 这个罩杯 在手术之后过大 然后到飞机上 这个填充物爆炸了吗 实际上呢 这些东西 很多都是新闻炒作 在现实当中 根本是不可能的 来 这是一个 我们植入体内的 一个乳房甲体 也就是龙胸用的 就是把这个 填充进来的 那月月你来试一下 你用力地拉它 能拉破它吗 加油 不要松手 真的很结实 怎么样 觉得这个还不够 我们看看怎么样 变形了吗 完全没有 没有吧 因为现在都是高科技的 这种材料 我也听到一个新闻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是说国外有一个女性 因为植入了这一个甲体 那么它在受到枪击的时候 子弹被它的甲体给阻挡了 真假 没法去核实 但是确实是 如果胸前有这么两个安全气囊的话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 的确对你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那要这么说的话 胸前有两坨 这个安全气囊的话 很保暖嘞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一定要干点 别人没有干过的事 蓝大夫 您这个很贵吗 很贵啊 那能接受我们的挑战吗 比如说把这个甲体放到地上 把一个木板 我 王成刚 李医生站上去 这个会破吗 我相信没有问题 您确定吗 我确定 王成刚 你挑一个 来个垫子 这个吧 就这个呗 就这个吧 来 这样吧 我们就用这个甲体 好啊 我们把它放在垫子上 好嘞 你们俩一人踩上一边 真的踩咯 踩吧 真的不会爆掉吗 我有100斤 王成刚 你有多重 我有160斤 来 李医生 我就算了吧 李医生也上去 没问题的 好 我是100斤 你是160斤 加上李医生 150斤 150斤 160斤 100斤 410斤 410斤 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感觉好像还真的没事 我没有听到那种 那种破碎的声音 哇 你刚刚把它拿出来 破碎的声音 哇 完好啊 真的没事吗 问题没有破掉 而且形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这个东西在出厂之前 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 只要你拿到的是正规的厂家出来的话 那么在检测当中 它要用非常非常强大的压力去挤压它 比这个要大得多 我相信在身后当中 我相信在身后当中也没有谁的胸部会承受410斤的重量 没有这么大的压迫 所以这个我相信了 不会那么容易就破掉 电影当中还有一个情节 就是植入鼻子的 植入下巴科的 和植入太阳穴的这种夹体 阮医生可以用手摸吗 当然没有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这就是说 如果我鼻子不够挺的话 我就可以把它这样架上来 要不要像俄罗斯人 就好像外星人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形状 当然了 实际上呢 出现这种暴力撞击的情况 只有在非常非常严重的暴力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导致甲体的疑味 阮医生 他们说如果是鼻子填充过的人 不能做这个动作 你没动 推这个鼻头是不行的 是不是 其实一般的情况下 问题不太大 只要不是很暴力就可以 这个也是比较安全的 也是很结实的 王者庚不用了 王者庚已经像格格物一样了 他都需要这个 因为在我们国家 我们知道 还有很多一些不法的医疗机构 会使用这种 没有经过国家安全检测的这种材料 如果使用了这种材料 包括注射的材料 那么你的风险就增大了 而真正经过我们国家权威机构 检测过的应该说都是安全和放心的 所以也就是说只要到正规的医院 去接受这样一个甲体的植物 值得充分地放心的 如果说我拿一个非常好的甲体 和非常刺的甲体摆到你面前 多数人会选择那个最刺的甲体 为什么 它感觉非常的软 如果你选你会喜欢哪个 这对我来说太小了 从感觉上你会喜欢哪个 这个吧 让陈刚来试一下 陈刚迫不及待的 我觉得这个任性适中 刚才陈刚挑了一个柔软度适中的 我要告诉大家 实际上对乳房甲体来讲 越软它的安全性是越低的 那么越硬 安全性相对较高 那么目前我们选用的甲体 会鉴于之间 是处于一个中间的状态 是最好的 对于整形这件事情来说 卢大夫你肯定非常的有经验 很多人他对整完的效果不满意 不满意跟整形失败是两个概念 可能对于很多医生来说 这手术是成功的 对于爱美的女孩子来说 他觉得是失败的 这个落差出现在哪呢 对 整形手术来讲 最大的一个风险 既不是来自植入物 也不是来自手术本身 而是来自于患者自身 对于她的美的一个期望 如果你的美的期望 期望值太高的话 你的手术风险就出来了 电影当中有一个叫郭晶的女孩子 她就拿着这个 安吉丽娜朱莉的照片 一定要把自己的嘴唇 整成安吉丽娜朱莉的样子 对 那长两个水泡就完成了 像这样 效果不认可 对 按图所记 就像刚才影片里面提到的 很多人会拿着刘德华的照片 会拿着什么张子怡的照片 对对对 过来 我要一个刘德华的鼻子 我要一个范明明的下巴科 她有的时候会忽略自己的基本条件 在我们整形的时候 一定要看自己的条件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整成张子怡 都能整成赵薇 比如说我们绝大多数人 在中国人属于一个肉抛眼 对 眼睛是吐在外面的 那么像这种人做双眼皮的话 就不容易做成抠口眼了 那种抠口的条件是什么 额头比较大 眼睛要深陷 那你没有这个条件 做成了一个金鱼眼 怎么看都是不好看的 没错 比如说一个圆脸 我们说圆脸 有些人就我一定要刘德华的鼻子 刘德华的鼻子是很尖 愣脚很分明的 那么跟他的圆脸是完全不搭的 圆圆的脸 一个肉乎乎的脸 配上一个圆嘟嘟的鼻子 他才漂亮 他才和谐 实际上英国的整形外科医生 他们做过这样一个调查 就是把一些不同的美女的照片 给他合成在一起 对于男人最有魅力的女人的脸 结果呢 很多人反倒不能接受 这样一个最佳的 最有魅力的脸型 如果说所有的人都长成一个模样 如果王成刚变成了月月的模样 王成刚觉得月月还有吸引力吗 月月对觉得王成刚还有吸引力吗 我们两个是不同性别的 谢谢 前不久 国内有网友将范冰冰 赵薇 李冰冰和张子怡的容貌 取其精华 合成在了一起 组合成了一张全新的脸 这张脸被广大网友称为国民女神 看后不少人觉得十分惊艳 但也有网友表示 这样一来 把四位明星的特征和个性都合成没了 反而有点大众脸 记不住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张标准明星脸是什么样的呢 据说呢 有一张脸是中国女人最美的脸 结合了张子怡 李冰冰 范冰冰 舒奇 反正全部集合在一张脸上 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就把它请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确实是可以看到李冰冰 张子怡 范冰冰的影子 所以这也是很多人会拿着类似这样的照片 去找整形医生的原因 因为他们想要这上面很多的点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标志的一个美人的一个脸 但是呢 如果所有的人都长成了这样一张脸 你看谁都一样 你觉得这个人还有魅力吗 韩国选美 一二三名 四五六名 长得真的非常的像 如果想要看到这样的美女是怎么打造成功的 现在在韩国有一档非常流行的大家很爱看的节目 就是丑小鸭变天鹅的过程 专门讲的就是整容 中国选美 那我知道前一段好多人都在说 组团去韩国 那个叫整形团 确实确实 我当时在韩国旅行的时候 住在酒店里 看到酒店里好多人在一楼大厅里 都是包着面纱 一看就是刚整完形的那种 还有贴着胶布去逛街的 所以想问一下鸾医生 去韩国整形真的那么好吗 这里面蕴藏着非常大的风险 你去了以后 你并不知道真正好的医生是哪一位 更多的是什么导游的推荐 有这种营销和推销在里面 不一定能够找到真正的好医生 第二点就是交流的问题 那么去了以后 由于语言不通 文化背景不一样 审美观不一样 所以即便是有翻译 你也未必能够把你想达到那种效果 真正的转达给韩国的医生 那么第三点就是 如果出现了并发症 你投诉无门 你不知道到哪去赔偿 你甚至不知道应该去找哪个机构去投诉 所以韩国整形还是不靠谱 最重要的呢 实际上我们国家在很多的整形美容方面 真的不比韩国差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鸾大夫到底是整还是不整呢 无论你整与不整 都要注意这么几点 第一呢 选择一个正规的医疗机构 找一个放心的医生 选择一个国家认证的材料 数前跟医生进行充分的沟通 这样才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